之前艺人郭彥均呢是分享了文章说很多孩子都走了 被行政院长苏贞昌第一时间说要一架消息雷查办 尽管后来呢行政院是强调不是针对个人 不过这样子的舆论延烧也似乎伤到了民进党 我们当于来看到的是其实从4月1号到5月31号蓝绿的声量变化 其实民进党一开始是来到了145万多 那么国民党才只有73万多的声量 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民进党的声量来到了200多万 而国民党的声量也来到了138万多 所以呢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他们就从50%的差距拉近了到31% 蓝绿的差距是逐渐的往内缩 但我们就带你看到的是 其实呢民进党声量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呢 包含了之前陈时中探高端气标的20169笔的声量讨论 再来就是苏贞昌要查办假讯息的20973笔 那么现在民进党5月份的总声量变化呢 负声量已经将近40万了 跟正声量的16万比起来真的是多出了两倍多 那么现在国民党立委类事保就讲了 很多孩子都走了是事实 但是不能说也不能批评 今年的疫情因造成1000多人死亡了 去年800人死亡的时候呢 要查卫副部长陈时中 那么监察院提出了这样子的报告 当时苏贞昌还说不厚道 那么现在为什么就没看到任何的监委要对此调查 难道他们都近身了吗 希望监察院给个回应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